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再加上ChartGPT 类似的这种大型语言模型 就有一天人工智能来了 你这种数据一结合 你的大脑就产生了 最近他们还做了一件事 把乔布斯所有的数据汇合起来 制造了一个虚拟的乔布斯 会有趣的观看 你会有机器人 比人工智能更聪明 未来我们纪念你的祖先 你的亲人 可能最好的方式不是去目的 而是到互联网上 他跟你聊聊天 你也可以向他倾诉 Do you know my name? Yes, your name is Zara What grade am I in? You're going into grade 7 我们的前提是 我们个人必须有大量的数据 提供给人工智能去学习 我们要收集数据 然后使用数据 让数据自由地整合 让别人也能使用这个数据 我的工作一直就跟数据打交道 开发过中国第一个反偷渡 前版信息管理系统 在政府做过几年的统计 在做这个过程当中 我就感受到大数据的浪潮 跟未来的发展叙事 我自己个人的感受 可能有个三到五年的数据积累 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东西 全部都记录下来 关键是我们这么做的话 个人的工作效率 跟个人的创新能力 都会得到大幅度的提高 我在去年 应邀去参加 松山大学毕业典礼的演讲 讲勇气、讲使命 所以我把这些关键词 输入我的第二大脑 我的第二大脑就自动可以整合一个东西给我 我在这个东西的基础上进行修改 40分钟他就写完了 我认为是很高效的 对我来说 因为我原来写一本书 我一半都是8个月 这本书 纸笔开始到结束 用了3个多月 未来的数据中心 可能是以家庭为中心的 这牵涉到我们未来的 下一代的竞争力 一个孩子从10岁开始 就可以积累自己的数据 一直到他60岁 退休 那他的第二大脑该是多么的丰富 大家好 有成就的人 他们的第二大脑里记录的信息 甚至可以捐给博物馆 捐给图书馆 然后服务社会 人工智能已经在那里等你了 如果你不做这种数据的积累 那你不可能获得数字的永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做出品的信息 在谈订阅上 给老婆子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